继续来关心到保龄茶市中毒案 卫福部次长王碧盛稍早在脸书上面表示 26号击茶的时候带回了保龄茶市A13店的35样食材跟酱料减体 经过检验之后都没有验出米酵菌酸 包含了果条 香兰叶以及再来米粉 酱油 豆芽菜等等 都没有检验出米酵菌酸 另外他也透露保龄案在家户病房的5名患者 其中一位已经好卷 另外的四位则是肝脏严重受损 目前还是昏迷状态 各医院重症医疗团队也会全力救治 哈喽 我是郑雅芳 想要场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 赞 开启小铃铛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开启小铃铛